台湾面临56年来最严峻的水情 中南部也开始祭出限水措施 而台湾四面环海海水淡化的技术 已经发展多年 这次深陷严重的旱灾 让这类水资源题材的海淡厂受到关注 苹果新闻网直集 位于新竹市南辽渔港海边的 水利新创科技基地 友达旗下的雨配科技 正在试验工业废水以节能方式达到零排放 海水淡化目前以逆渗透薄膜处理流程技术解决 现阶段的处理成本仍然很高 跟一般的自来水相比 海水淡化的生产成本要贵上三倍左右 只要做零排放这件事情 其实都是能源上的消耗是非常大的 那我们在这一块上有更多的研发希望能够降低能耗 然后技术上可以产更多更干净的水这样子 龙的那一块就是要把盐跟水分开这件事情 其实是就是靠蒸发 如果是单纯的用蒸发方式非常耗能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设备里面 这边有一个叫做蒸发槽 我们把废水灌进去之后 做一个抽真空的一个动作 蒸汽上来之后这里面有一种东西叫吸附材 那这吸附材吸附水 吸附水之后然后再利用冷热的交替 然后把干净的水再脱附出来冷凝 然后变成是干净的水 那眼泪就会停留在下面 海淡厂果桶观察 台湾的海水淡化厂新建 目前主要集中在澎湖 马祖等外岛地区 然而水资源并非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在科技业持续蓬勃发展 加上气候异常的隐忧之下 海水淡化仍是未来提供用水的重要来源之一 埃是嘴植典西 那ă这复原理放适 海水淡化仍是未来以这里 看净 și手� им. Studios 这是靠岖台南母 breast compratz 你 不仅